原标题 震惊 陈士风辩护律师到底有多牛 曾为李天一辩护中国女留学生江戈在日北杀一案 终于在12月20日进行了宣判 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宣布 被告陈士风犯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 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值得注意的是 从12月11日至12月20日 此次案件共6天的庭审过程中 被告人陈士风的父母始终没有出现 而在庭审中陈士风所念的道歉信中 也仅出现了其母亲的姓名 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 是什么样的父母可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出席审判呢 从去年案发至今 陈士风的父母始终没有露面 也始终没有现身向江戈的妈妈道歉 陈士风的家庭背景仿佛一层神秘的面纱 难以揭开 而陈士风的辩护律师陈叔也值得注意 也许很多人对陈叔这个名字还不太熟悉 但提到李天一案 薄熙来案大家一定有所耳闻 陈叔就是当年为李天一和薄熙来做辩护的辩护律师 还有一起当时轰动了中外的武警战士故意杀人继碎案 辩护律师也是他 而且辩护结果是免罪 这个陈叔到底有多牛呢 我们来看一下百度百科上给他的介绍 陈叔 中国政法大学在执行法研究争学历 北京市经联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法定代表人 专职高级律师 首届省部级最佳辩护律师 全国首届十佳律师候选人 第七届北京律师代表大会常务代表 北京市律师协会 第七届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第九届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刑事业务指导部委员 这样的介绍可能看不出他的业务能力 陈叔大律师2016年8月19日 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一篇 陈叔律师刑事辩护经典案例 列举了陈叔律师33条经典案例 其中有几个案例格外引人注目 薄熙来、李天一、武警故意杀人案 每一起都是大案 甚至都是人们已经从道德上判断出对错的明案 但通过他的辩护、辩护对象 往往能够获得低于人们期待的刑法 甚至是无罪 辩护手段之力还可想而知 为什么陈世锋能请到陈叔呢? 陈世锋称 我们家都是农民 我担心我父母无法负担医药费 我害怕给他们带来经济负担 我想找洗衣店而不是干洗店 我治愈不好 在搜索里输入了干洗店 而干洗店比较贵 所以我到了那个干洗店后 并没有洗衣服 陈世锋的户口确实在一个农村家庭 但这是2013年以后的事 2013年左右 陈世锋的户口迁到陕西于林市定边县 定边镇中项二组 而这个户口的户主并不是陈世锋的父亲 据媒体报道 陈世锋的确切出生地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世延迟县 为什么要迁户口? 为什么户主不是自己的父亲? 为什么陈世锋的父亲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些疑问随之而来 陈世锋真的是农村家庭的孩子吗? 网友发出一张照片 证明陈世锋的家庭 绝不像他口中所说的那样贫困 图片是陈世锋在浙交网络上发布的照片 手指上保隔离戒指格外吸精 试问 哪个家庭极度贫困的人 会购买一枚四千多块的戒指装饰自己呢? 江戈案宣判 这一件沸沸扬扬书月的事件 也仿佛落下了帷幕 无论陈世锋的家庭背景如何 辩护律师有多牛 我们只希望 你那句道歉是真心诚意的 愿江戈妈妈安好 图片源自网络 部分内容来自公众 好 好 谢谢大家